不只是新北市各里有母亲节活动 永平高中也趁着母亲节将举办多年的与阅读有约活动 融合母亲节元素 请学生邀请妈妈一起来参加 永平高中举办与阅读有约的活动 直接把地点举办在书局内 让学生来挑选喜欢的书籍 而今年的活动搭配庆祝母亲节 也邀请妈妈们陪着自己的孩子 一起来挑喜欢的图书 那今年因为结合母亲节 我们就想个方法 就让妈妈跟孩子一起挑书 所以我们今天给孩子的奖品 就是孩子可以进到书店里面 挑他所喜欢的书 那当然妈妈跟孩子一起挑书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也唯有母子一起挑书 就可以彼此了解到底在想什么 妈妈可以知道孩子在想什么 我觉得很开心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有学校鼓励我们 有增进阅读的帮助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接受 然后买到自己喜欢的书 然后也可以更增加自己阅读的喜好 有妈妈的陪伴一起挑选书本 看得出来孩子和妈妈们都很开心 享受亲子同逛书局的时光 而在这场活动的背后 还有人赞助经费 希望让学生们更能够多多阅读好书 觉得说有朝一日当我可以的时候 取之以社会用之以社会 那么在社会上呢 我们目前已经占有一席之地 也有这个力量来协助学校 来帮忙孩子们 把这个爱读书的习惯给它养成 今年永平高中与阅读有约的活动 除了书香之外 更因为有了妈妈们的陪伴 更多了温馨的感受 中佳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道